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发现得晚了吗 她就太快了 发现就中晚期 当胃疼治了一个月 最后就出水了 就像个孕妇 都一起了 就顶着胃 吃不了东西 回来以后我一看有重大度 就赶紧给她治 这一治才发现是癌症 就开始一个礼拜没查出来 最后说你会怎么 查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转到肿瘤医院 开始放水化疗 结果一共花了二十来万也没救回命 去年二月九号就走了 一直照顾她半年吧 等于你一直在床前陪着的 我在她比较放心 什么签字 什么付款 什么插个氧气了 你不用叫护士 我一看这么插我就给你插 插完了再叫 不过大夫说最后你不用给治了 赫兰老师 你这拿钱往地沟里拽 大夫不让治了 回家吧 但是你还得给她治 还得给她减轻疼痛了 找了好几个医院 找了好几个医院 小医院不敢瘦 中医院不敢瘦 中医院大学那个中医院瘦了 然后吃点那个去痛的药 麻药 然后就那么治 反正他们家就讲话是 你对她百分之三百 没有什么意见 我们家里上上下下的身体 都还是比较好一些 好像没经历过这件事 别经历这件事 打击受不了 可能在过去这么多年里 就是真正这种平静快乐的生活 您拥有的真的很少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正式把所有的过去 所有的这种痛苦不愉快 翻过去 翻过去 今天就开篇了 新的一篇 谢谢 场上的这个女士 您见过了二号 您也说了感觉不错 我刚才让人下去休息 您都恋恋不舍 人家走两步 你都怕人家掉下去 这种关心 可以看出您心里还是有波澜的 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观察室中的 这三位女士听过您的故事之后 现在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 帮您问一下吧 好 一号女士您好 您好 您好 刚才听了这个三号先生这些故事 您对他是什么样的印象呀 看到他也挺不容易的 你看您一说这先生眼眶又红了 希望您忘掉过去 重新选择新的生活 谢谢 人活着很不容易 往前走 谢谢 对了 一号女嘉宾您喜欢音乐吗 我喜欢音乐 是特别喜欢音乐 那今天咱可是有一位专业的这个老师在这儿啊 您要有什么想分享呢 赶紧说 因为您可能没机会面对面和先生说了 那以后拜您为师了 不敢的 可以有什么问题一起切磋研究 好的 谢谢 您要拜他为师学什么呀 学钢琴啊 还是学潮音啊 将来我有个小孙子 拜他为师可以学钢琴啊 这样您还能陪孙子学琴的时候 能跟先生聊聊呀 我挺敬佩这位先生的 但是 但是有后面的话 但是人说了 但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 我提的说了 人家要求嘛 对对对 是五五岁的下 是五五岁的下 少大 少大 问一下二号女士啊 您好 刚才这个 在这个先生的惦念当中 您回去休息了 休息一会儿 心情有没有 小小的波澜呀 这个先生真的挺优秀的 而且挺有担当 挺有责任感的 谢谢 不错 有但是吗 请问 那来问一下三号女嘉宾吧 您好 总之人 马上就要上场了 听到咱们三号先生的这个讲述 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非常感动 挺好的 那您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好 来 有请三号女士 三号嘉宾上场之前 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何先生呢 跟我的感觉 我觉得是 对自己负责 当他发现他的这个第一任妻子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我自己要怎么样 他同时又是一个好父亲 觉得孩子那么小 作为我 即便我有很多的创伤 但是我依然要留下来 所以又坚持了13年 然后其实让我最敬佩的就是这个第二段婚姻中 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总是重病 重病人身边那个煎熬 是你无法想象的 然后那个人在一天天衰竭 然后你的那个痛苦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和他的妻子陪伴了 这倒是一个无望的结果 好 但是我们依然在坚守 我觉得这就是责任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当给予别人爱的时候 其实更多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责任 您今天有亲友团来吗 没有 没有 一般来说没有亲友团来的人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人缘不好 人家谁都不来 第二种是这件事我偷偷来办 我谁也不说 第三个 办成了我再说 第三种就是 比如说您是天津来的对吧 可能路有些远 您认为是哪个原因 这个小事不用麻烦 他们都上班 都上班 所以一定是第二种 您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调音师 一个钢琴调音师 有着那种极其灵敏的耳朵 在他的工作环境的过程当中 是要求绝对的安静 甚至是绝对的孤单 不能有任何的人 在学校里就比较寂寞 对 学校一台一台的 对 所以您长时间工作下来之后 我们会感觉到 有几个小动作我们能看到 您像小孩 您在自己的世界里玩得很高兴 比如说您的脸上经常会表现出一种儿童似的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表情 会表现出来一种特别单纯的笑容 今天其实来的几位先生 咱们实话实说 品质真的挺高的 一位那种吃喝无忧的老先生 一个研究员 一个出身教授家庭的一个调音师 这几位先生如果让女士来选 我相信今天的女士可能会 会表现出来一种特别单纯的笑容 权衡起来会吃力一些 哪个更好哪个更适合我 我觉得不着急 无论对女士而言还是对男士而言 重要的依然是找那个劲 在场上找到最好找不到也不着急 好的 今天的主旋律就是找劲 对 接下来咱们三号女嘉宾就要上场了 这得看看你们双方都找着劲没有 好吧 咱们用使劲的掌声 把这个三号女嘉宾请上场好吗 来有请 你好 你好主持 慢点 你好 大家好 我叫范丽萍 今年52岁 我现已退休 闲暇的时候呢 去女儿店里帮帮忙 平时爱好就是唱歌 运动 旅游 养宠物 今天来到选择 希望找一位身体健康 有真心的男士 共度万年 您上场了和咱们这个三号先生面对面坐在一起 您觉得心目中这个钢琴调音师那是什么样呢 是有点神秘 我挺喜欢那个音乐的 而且喜欢就是 会一气一类的啦 我都特别喜欢 但是我不会 喜欢就是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啊 这先喜欢 然后才能学才能会 不喜欢的 学都不用学的 是吧先生 对 喜欢的都应该会 哎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喜欢的都应该会 您就应该会弹钢琴 谢谢 不是谢谢 这有老师在 但是人家还没说交不交呀 对 谁愿意学的我都收 这可不行 您应该说 你要愿意学 我肯定教 我保证给你交成 谈的特好 就是这意思 那得说一下 怎么收费呀 免费 是呀 什么什么 免费 哎呦 那太谢谢了 那您是针对他免费 还是我们要学都免费啊 你要学也免费 这么多观众呢 都免费 真的假的 大家记住啊 您先甭 那个招提免费 叫我们去钢琴 我们家在钢琴有几个音不准 您先免费给调一调 可以没问题 你不要你信得去找我 开玩笑啊 第一项怎么样 挺漂亮的 是吗 你几人呢 形象也挺好 对 看着也挺年轻 是吧 咱们三号你是刚上场 多少有些紧张 您跟他聊聊 嗯 现在在北京工作 还是在内门工作 在北京 孩子也在这 我两个孩子都在这称家了 嗯 两个孩子 我三个孩子 三个 对 两个姑娘 一个儿子 两个姑娘已经成家了 儿子没来上班了 没有时间 嗯 女儿来了吗 女儿来了 还有两个妹妹 我姑爷 你先让你姑爷唱个 内蒙名歌 怎么样 她是北京人的 不会唱内蒙的歌 听上你在拖时间 就是想多坐一会儿 但是又着急着说不出话来 就拖着呗 让我闺女给唱一个吧 她不唱啊 嘉宾干嘛不唱啊 谁在台上谁唱 哎对了 上节目有点特别紧张 嗓子有点哑了 唱不出来了 要不然我请马金老师跳个舞吧 可以吗 你不请我跳啊 马金老师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想请她跳一个 您先解决自个儿的问题 我倒没关系 随时您故意打一电话 范金老师您知道吗 您一说要请马拉跳舞 那现在两股沉下来了 什么意思啊 这个 我先请您跳一个 哎 好嘞 好嘞 谢谢 挺合拍啊 对对 这女的会跳 对 挺默契的 你看基本上 步伐的那个步调 基本上全都一致 小腰板挺得特像 那女士这么往后一哑 往后一听 说上马老师 人家两个人跳得特别合适 对 跳得特好 然后那个 我就听到王云老师说 哎真好真好 我主要说她呢 跟她跳肯定不这样 糟糕了 就会北京平寺 别的不会 其实别的也会 马金老师跳一个样吗 好 跳跳跳舞 马老师就急坏了 太紧张了 她跳的那个两个人 那个语言能能懂 这个后来她是那个 马老师跳的 她肯定是 不是 她跳的 她肯定她懂这个语言 但是那个 那个女的她就 就不懂这语言 所以两个人 一个跳得特别起劲 一个就不知道怎么跳 先生 您觉得马老师跟他跳的好 还是您跟他跳的好呀 我跳的默契 哎呀 必须的哈 看出来先生和刚才不一样了吧 这个事得问观众 我那青春团 谁跳的 还真有 比较默契 女儿哈 女儿在 哎 得问问您 您觉得 她其实想问我 我跟你妈咋样 听我妈的 哈哈哈 那您觉得这叔叔 不管跳舞跳的怎么样 人怎么样啊 人挺好的 嗯 这个如果妈妈找一个像叔叔这种类型的哈 你觉得对妈妈能好吧 听我妈的 哈哈哈 谁做的都主意 哈哈哈 你看 您家里其他人 有一个要拿主意的人吗 让我妹妹说 哪个哪个 对 您拿主意是吧 其实这最终还得我姐自己决定吧 我们就只是参考 然后最终决定权还在我姐的 那你给参谋一下呗 今天三位男士 您在场下看得很仔细 我看你一直盯着看呗 不是给自己操心吧 啊 人吧 反正都不错 但是呢 我对一号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啊 还有一个妹妹是吧 对 来来来 咱们都都说说啊 仅供参考 别紧张 我觉得三号挺 现场这位先生 谢谢 你看那先生呢 眼神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啊 哈哈哈 这女儿 您只得拿个最后中肯一间 建议 您觉得哪位先生更适合妈妈 咱不说什么好坏 就哪个更适合母亲 呃 就是参考一间 咱这个人家选谁 我们不知道 嗯 啊 也别高兴太早了 嗯 您这中美有啥想 您说 能不能请一号 跟我跳一个慢山 这个不符合节目的一个程序 那别人有意见了 你咋三个女婿都见了呢 应该 我应该不会 不是年龄 年龄差距比较大 我就是地域 一个是地域问题 再一个可能是 人音乐十佳 我对这个不是特别没什么 那我没见着呢 那人家二号也没见着 二号 三号 一号先生也没见着 三号呀 那你听一下 你是想要问 你问问啊 那你问一下 就是这样 公主一 您提这要求 我不知道您什么意思 但是在这个结构上 提这要求很犯计的 这下边两票 您这突然提出跟一号 你是跳个舞 然后您觉得说 人家 您刚才那话怎么说来着 征求一样 那人的意见有没有这意思是吧 是对跳舞这事有没有意思 还是对您这人有没有意思 对人呢 对人啊 对人啊 那我先帮您回了 人说在55岁以下 年龄要求55岁以下 您这个 对 超了 59超了 不过您跳舞这个 倒是这样 这个所有人回来 选择之前给您一个机会和一号跳 好吗 但是您要注意 一号跳舞跟二号和三号是不一样的 一号跳舞那是 跨叉就下去 当然我这裤子比较紧 我就下不去了 不是这先生犯难了 其实你刚才庄老师说话 听到心里去了 其实没问题 没关系 请一号可以跳了 你看人家 既然来了都想见一见 是吧 这话里有话 没关系我没有 我们家三票两票就同你了 你怎么还要跟别人跳 公平竞争吗 谁跟谁竞争啊 人家喜欢三号好多呢 节目一播出 哗哗哗一片难事 那我就下去吧 直接下去了 琢磨琢磨啊 到底是待会跟一号女士跳不跳 还得看人家同不同意 那你问吧 还是问是吧 想好了啊先生 行 愿意问就问 哈哈哈哈 谁都不得的 这种选择不好说 其实还是让那嘉宾自己说就完了 好嘞 那待会咱们这个所有的男嘉宾女嘉宾上场的时候 我一定帮您问一下 好吗 咋还皱眉啊 不答应帮你问了吗 可以 可以 那你好好想想去休息休息吧 好吗 来 我现在下去 那你还想再做会 好 这个非常好 你这个才艺展示的非常棒 这歌唱的也好 舞跳的也好 你这样 这一号里我是但是嘛 所以我有点不服 我说我约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们那个理解为我是号参天主 其实您 选择嘛 是吧 您还挺喜欢一号的 好 好像是 我相信您今天看了三位这个男嘉宾 心里也多少有一些 感受或者是天平倾向的一方 嗯 那您这个心目中啊 觉得能够携手走完下半生的人 您觉得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 就是两个人说能那个在一起呢 就是互敬互爱的 那个共同有什么事共同分担 然后男士呢有点真心 不能喝酒 别的还无所谓 不太能接受喝酒 对 是因为觉得喝酒之后容易闹事吗 还是觉得喝酒以后容易脾气急躁 我觉得喝完了酒之后 我容易出点别的什么问题 那我想问是低酒不沾的 还是说别喝大酒就行 对就是不喝大酒 不喝大酒 因为我老公原来也喝酒 但是他有节制 不会说的喝酒喝多 就是去世的丈夫 他以前生活习惯 你是觉得很好的 对 因为我们就是结婚三十年吧 一直就是特别好 感情也非常好 就是他有病之后 一直就是 反正带着他和孩子一直这么多年在外边 就是拼拌 为了养家户口 他就是 就是我们家孩子十岁的时候 他就有病了 血酸 有点拼瘫 孩子十岁的时候 对 他三十三 我们俩同岁 然后有病了之后 就是 瘫了 瘫了一年 后来又恢复慢慢的功能锻炼 然后我又带着他出去去溜弯 一开始不能走的时候 就是拼瘫的时候 出院的时候不能走 然后我都把他脚上钻一个袋 我这手拽子 把这手扶着走 练 一步一步维的练出来了 后来能走了 能走了之后呢 反正就是自己也能锻炼 他特别要强 完了他就觉得 怕给我们 那个 就是添麻烦呗 觉得说孩子还小 他有病的时候 正好我是带我儿子是 五个月 然后他出院了之后 三个月 租了三个退学院 出院了之后 我生儿子 后来他也觉得他有精神蜘蛛 他有儿子了 他特别高兴 然后他就自己能走了 就这么多年 反正一直就是维持吧 也没严重 孩子呢就是 也特别孝顺 完了 逐渐逐渐 孩子也就大了 反正一直就这样过来的吧 挺好的 你必须得去面对现实 他只要过了这坎 自己走出来了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不去面对 你也得生活 说心里话 这个世界 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一秒 丈夫他这个病 是几十年 对 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 是19年 将近20年的时间 对 将近20年 去世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个病对吗 他去世的时候 也是这个原因吧 他就是血酸之后呢 有防残高血压 两个腿就不能动了 血管全堵了 这是突然的呢 突然的 各个医院都去看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说能做支架 后来完了去做的时候呢 已经进了手术胎了 然后没做了 说已经堵死了 挺多 你要是说六七十岁平淡吧 你想这样 你还太困难了 当时给他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也想了 那时候医院就说 你做好准备吧 哎 范女士 也别太伤心了 其实你看女儿 刚才一直低着头 我知道她也想掉泪 甚至她可能偷偷地 掉了一滴泪 但她抬起头的时候 她都是想把笑容给您的 对 她特别坚强 在我面前 她从来都不掉眼泪 有的时候 她掉眼泪的时候 也是背着我 从来都不让我知道 所以 大好女士 我们 这种亲人的温暖和爱 也会给我们很多力量 对 和这个勇气 是 那就不再掉泪了 像你女儿这样 反正低下头 把眼泪咽回去 抬起头迎接生活的就是笑容 对 反正我有一个温暖的肌压 原来就是我们每年 妹妹也都带我出去 去上外地出去旅游啊 玩去啊 就要出门旅游 这一大家子多好啊 我们一走啊 确实是一走就一家人出去 哎呦 但是你要是身边有个男士 给您拎个包 是吧 您说我这要去哪玩了 赶紧拎上包走了 这多好 其实我感觉他们家庭 应该是很团结的 对的 这个如果没有亲人感情 这方面的 对他支持 是一个支持 不知道我们几位老师 给我们这个三号女嘉宾 有没有什么建议 看你是特别安静 您说话的语速 给我传解心 您属于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但是能量很强大 从哪儿谈呢 从您陪伴 丈夫去康复那个过程 您的陪伴 您的支持 您对他的鼓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多人 一旦这样就放弃了 我就不再治疗了 就这么着吧 反正我除了发脾气 别的什么都不会了 我相信您在医院的时候 您可能看到了那样的病人 从这个角度 我就看到他的那种毅力 他的精神 你别看 看起来很文弱的一位女士 但是能量是很大的 刚才我说到 我们来这儿的很多嘉宾 有的是一个亲友团都没有 自己孤零零的就来了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是一大家子 跟过节一样 来做节目的时候 这观众席做的全是他的亲友团 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但是是我的一种感觉 那种孤零零的一个人来 然后孩子也没有来 别人也没有来 甚至自己不想告诉别人 我来相亲来了 他就像一根棍 但他深深的砸在地里 地基很稳 然后他不会倒下 风刮他不会倒下 像您这样 一下来一家子的 他像一捆柴 大家互相指着 互相指着 互相指着 谁也不会倒下 每一个人 其实都在给对方使励 我特别喜欢看 就是一大家子都来 然后门口听好几两 说呼啦呼啦 说这都是什么 是观众吗 也不是观众 这是我妈来 然后这是我姨 我姨相亲 好听着好几个 听着好像 今天这一场来了好多人 其实就一个 家里亲戚朋友 全来了 跟过年一样 这是一种气氛 这是一种感觉 就是 我相信这样来的人 他找到的积累会大 因为太多太多的人的关心 我们不迷信 但是他会有一种气场 这种气场的存在 使这个人 陷入在一种幸福之中的时候 他在找到幸福 积累会更大 谢谢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 这个嘉宾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 心中都有他的 那另一半的形象 这样吧 大姐 你这么多 这个亲人都在这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请上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 我们来做一个最后选择 好吧 看看咱是不是今天 能碰着对劲那个 来 请上我们今天 所有的男女嘉宾 请问先生已经把玫瑰花拿在手里了 紧张吗 好多了 好多了 来 勇敢地送出您手上的玫瑰花 来 真的非常优秀 咱们有机会可以做个朋友了解一下 好 谢谢 拒绝了是吗 谢谢 谢谢 先生这个走到我这儿 特失望的那个表情哦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没什么 没关系 我觉得您能勇敢地送出玫瑰花 就已经证明了 您是已经决定放手去爱了 对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二号先生您的选择 我再考虑一下吧 我不想这么快做出决定 先放弃吧 好 三号先生 都挺优秀 我再考虑考虑吧 这个没有再考虑考虑了 这就是一锤就定音了 这幸福不能跟别人商量 这是竞争对手 你商量错人了 这有可能是情敌 这不能和他商量 怎么样 我往上给点力量 给点力量 好 好 你你你还没说话呢 我还是在考虑考虑 他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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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要说话了呢 他没说话完了 他去看二号 然后一看我 一看二号 您看街上 你家里都急了 好 好吗 他还是有很多担心 很多顾虑 也觉得如果要被拒绝 或怎么样 好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希望大家都能尽快的收获幸福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两位来自北京的优秀男士 性格各异 三位美丽大方的中年女士 为爱执着 她是脾气温和品质优秀的北京爷们 实在本分的她 却用半生的爱诠释了夫妻情 最后她就拉着我儿子手 说孩子 你好好照顾你爸爸 她是嫁龙三十多年的驾校老师 撞完以后才说 她说我这三十五年的驾龙 我是教练呐 是怎样的意外事件 让她成为了全场焦点 尴尬的气氛下 她又能否借此结缘 倒车撞来人车 肯定得赔 但是有一种情况不用赔 不用赔 就是你们俩 撞完之后搞上对象了 精彩选择 每天带给您不同的情感体验 这一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的两位情感援助专家 为各位介绍一下 情感达人王文燕老师 欢迎您 媒体人庄严老师 欢迎您 这个都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两位 一个总喜欢戴个方眼镜 一个总喜欢戴个圆眼镜 您是为了跟他作对 所以您弄个圆的吗 不是 是我戴什么 王哪都学什么 太可笑了 自己圆滑起来了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这意思吧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王老师 您那是老花镜吗 不是 我这是平静 是吗 我戴一下 平静是吧 对 你妈呀 方姐 你眼睛瞬间就大了 怎么这样 哎呀 王老师 您的眼睛都到这程度了 真的是 孩子们就是这样 就是总喜欢拿着老人的眼睛玩 对 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虽然您已经年龄很大了 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位女嘉宾 很喜欢您 来 推一下话筒 二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王芳 你好 请问今天 你来这里开心吗 开心 非常开心 就我身后这个人 您认识吗 哎呀 王岛 太喜欢您了 王岛 是吗 但是刚才听您的声音 特别想在动物园 看着一只猴子的感觉 那我是猴子 您喜欢王岛是吗 不是 我觉得那个王岛 哎呀 特别幽默 而且吧 特别亲切感 所以我们就是说 50岁以上 乃至70岁以上 都很喜欢他 50岁以上 你认为50岁以下的人 就没人搭理我 是这意思吗 我帮您问一下 这个 这小伙子肯定50岁以下呀 您跪更了 我今年25 25啊 那您是几号的亲友团 我是三号的亲友团 三号女士是吗 对对对 你安慰一下他 安慰一下他 王岛 您放心 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人 对您都喜欢 哎呀 一看您就是本场最有品位的男孩 王老师 你能爷们儿点吗 你看人庄老师 他们呀是爷们儿啊 我的天哪 现在这审美标准都成这样了 来给个特写 你说侧面看 像普质高 正面一看 什么都不像 像王威念 我为什么开场跟大家开开玩笑呢 是因为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我得让她心情放松一点 听说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谷启荣 今年54岁 丧偶 企业退休 现在是一名驾校老师 本人性格 勃勃开朗 热情 对家庭 对事业 非常有责任心 本次来到选择节目 希望找到一位 身体健康 有责任心 踏踏实实生活的先生 陪我共度幸福晚年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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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说你一上选择 就还没上场 之前先亲 为什么要亲人家呢 王导您好 请坐 我根本不理你 你说清楚再走 庄老师 说也说不清楚 庄老师您好 说也说不清楚 我听说你喜欢老庄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 喜欢他是有代价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进院 就把人家二号男嘉宾的车 给亲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交通队给我打电话 听说在你附近一带 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 我说那是我们的嘉宾 说那好吧 不是 为什么我说今天 一号女嘉宾的心情 可能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不是我是觉着啊 这简直是大好事 像我们这一进院 就能弄到一块的 这头一回 但您知道 为什么这个一号姐姐 心情不好吗 我当然知道了 来我们看一下 她的职业 家乡老师 这是说 家乡老师 太不合适了 觉得特别不好 把别人的汽车 给亲了一下 我们那车停的呢 在那是那什么的 正等着 我不是办那个 进门证呢吧 在这院哪是 就第二报告 他往后倒车 大爪 下车抢了 我看您了 我就是在前边呢 正好我们登记呢 那儿好 他说看一下 我一回头 哟 后来这女的出来了 我一看她 我说这肯定 这人来录节目的 我就这么猜啊 后来一看一看 还真是 您知道您撞的是 谁的车吗 不大清楚 你下下来 跟他发火了吗 我我我我 我撞的那天 我怎么能跟人发火呢 他跟你发火了吗 还行 没有 您怎么知道没有 撞您的车了 您好 您好您好 不好意思啊 没事 给您撞的厉害吗 不厉害 人没事吧 都没事 都没事 挺有缘分的 觉得我们这个 跟我们的嘉宾 哎 哎 这就是 说那不打不相识 对不对啊 这竟然就 你说我们这本天 多少辆车过 对不对啊 我觉得奇怪 倒着撞的 哈哈哈哈 你说 倒着撞 怎么撞来的 倒着撞 他倒车 我停着那 躲 我的天哪 对 那就不是说 他亲了别人 是别人 想躲没躲开 必须亲他 对 关键您是单个的吗 我们是亲友团 亲友团 几号男嘉宾亲友团呀 我还没问是几号 姓 姓崔 崔是吧 来崔先生 哎呀 崔先生您好 您好 王宝 您好 您几号啊 我是二号 二号 嗯 这个崔先生 今天那车撞的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您当时知道 她是女嘉宾吗 嗯 她也说是上那 录制节目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女嘉宾 那我特别想着急的问一下二号先生 就是你当时看到这位女士的时候 咱们出了这个撞车这事吧 这肯定我们通常说亲了一下哈 关键是你看见这位女嘉宾的时候 你是觉得她是一个必须要让你跟她着急一下的人呢 还是一看呀 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有有这事吗 有那意思吗 有那意思啊 是吧 二号先生看完之后有那意思是吧 你亲友团说你看见这位女士的时候 说你有那意思 您想想啊 就是嫁孝老师 而且我们前前期采访中发现她技术非常好 她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慌乱到 就是她心里边的又装了多少个小兔子 狂狂狂跳 是 通常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才天天 你觉得这是一种缘分的 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缘分 二号男嘉宾 缘分吧 哎呀缘分啊 您对她的第一日想怎么样 可以 不错 是您可以那种考虑得偶标准里面的吗 范围之内的 我估计您是不是觉着我一驾校老师 对 我还能把人车给撞了 关键我说我都开35年车了 你就怎么正能力撞 倒车能力撞 我必须要问一句实际的事情啊 就是 像这一段要是播出去的话 会不会驾校通知您下岗呢 影响不好 就是啊 肯定影响不好 您这一说一说 没事 没事 我给您讲 我给您讲个故事 我们几个人中啊 王老师的开车技术应该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这卡车就有什么小面包一直在开 肯定比咱俩开车的年度长很多 我就这么说吧 就是中国有好几个18攀 我几乎都去过 我在那上面敢开50万 就他开车开得非常好 他真的开车开得非常好 我有时候坐他车 就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只有坐他车能睡着觉 为什么呢 他从来不踩几下车 但他开得很快 后来呢 有一次 我们到一个地儿吃饭 跟一帮主编 然后呢 他看我累了 前面的话留下 这后边的就不要再播出了 然后他说 哎呦 我那身体动作不太好 他说没事 我帮你去停一下车吧 我说行 等我们吃完饭了 王老师也没回来 我那车吧 从马上就没磕过 没撞过 特别好 结果我一出去一看 王老师跟您的情况 一模一样呀 倒车直接狠狠地 怼在了那个 后门人车没动 停着呢 我真的那天是这样 就倒完之后呢 我并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但是我再往前一开呢 我就发现 有一点声音 我下去一看 我这个后保险杠上 挂着一个前保险杠 关键是 那个司机特别愤怒的 咔一下门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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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太好了 然后就成朋友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人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一客气成朋友了 等我一出去 他跟王老师 两人聊着 勾肩搭背 警察来了以后 就以为是弄错人了 这是好事 好事 真的好事 你想想 你今天有亲友团吗 有 我那同学 同学 大姐 他今天受影响了吗 撞车以后 他都不知道 我刚听说 我觉得应该是好事吧 哎呀 我想问一下啊 大哥 你那车有保险吗 有 有保险是吧 问题不大吧 没事 没事是吧 我听说你们已经留了电话 当时留电话 是二号先生觉得 这女士不错留个电话呢 还是怕她不赔呢 怕不赔 怎么说 怕不赔 你看他说 估计理解成怕不赔了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 二号先生 是怕人不赔呢 还是借此机会 留了一个电话 这个这么快 有电话留了 郭老师 对啊 来 二号男嘉宾 你好 王八 你好 那一号女嘉宾电话 您已经有了是吧 有了 所以有的时候吧 我真的觉得 人家过去这个老话讲啊 说这个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年 对不对 这个多大一缘分啊 是 咱这开呀 就在图车 虽然是缘分 但是先生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今天如果说 一号女士跟你有缘 你们俩走一块了 这电话就留对了 如果你们俩没走一块 你这事还麻烦了 你说是 他没跟你走一块 跟别人走一块了 结果你有他的电话 你还老给人打电话 和他走一块 那人就不一定高兴 但是你不打电话 把车赔不了 你看 一号男嘉宾你好 你好 王八 一号大哥 您对我们一号大姐 第一印象怎么样 挺好 挺好 那假如说 你跟一号大姐走一块 你愿意给那蓝衣服 大哥修修车吗 那没问题 哎呀 你看 大哥 我立刻给你找了一个修车的 就是里外里 你肯定不吃亏 要么你哥们 那么会去一媳妇 要么你哥们的哥们 赔了你车钱 庄老师 你觉得我说这个真的挺有缘分 认同吗 晚上在这儿 我们第一回碰见 说两位嘉宾车撞一块了 在没见到之前 车就撞一块了 这头一回发生了 因为在我们的录制过程中 是包括男嘉宾 女嘉宾的约的时间 都是要错开的 对 防止他们碰到一起 所以说不要说碰车 碰面的可能性都很少 最关键的是 她是一位驾校的老师 大家要想 我相信啊 这位大姐看穿着看什么 肯定特利索的人 开车肯定开得特别好 这个您千万 就真的您不用担心 我刚才给您讲王岛的故事 开车您肯定开得很好 但是 就是您可能 进来的时候有点着急了 是吗 当然怎么撞上的呀 门类吧 现在我靠边 旁边有一个车靠边了 说登记一下 就进二道门的时候 完了我呢 就看我这个 那个右边反更镜 我都靠边就往这边靠 这边这么多空旷啊 那地方 谁知道怎么 一个车就离我这后边 还黑的 因为我的车吧 确实也有点脏 这两天挂那插尘哈 就有点 后不透 是我没看 没想到在这 怎么能有一车 这么一分钟都没有 就是半分钟的时间 你说你敢多远 我就往这边 往这边 我说看在这边倒吧 倒了倒 她说按喇叭 等我讲 喇叭声 我听到的时候 这个响叭也有了 同时都发生了 这就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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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当时是觉得 心里挺别扭的 但是您一定没想到 后面那车里 还坐着一男嘉宾 没想到 因为她当时 那什么以后 看她挺着急的 挺后悔的 你说我开这么多年车了 这事怎么 这事 没事 她说没事 她说也是上二号棚来的 也因为这么点小事吧 心情当中那些什么 没事 她说给您留个电话吧 有什么事 我您给我打电话 大姐 我认真地走过来 跟你说个事 您说 其实啊 这件事是早晚要发生的 尽管你 尽管你自己觉得 自己在驾校 是一把好手 是一个开车高手 这一辈子 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其实这事呢 既不愿二号嘉宾 也不愿你 就愿你这名字 你看没有 鼓起荣 就光一撞 鼓起来光荣 哎呦 这王老太抖了 我们看一下选择一路 找一个温暖的港湾 坐一回小女人 在前一段婚姻中 会不会非常累 太累了 嗯 老公是一直身体不好是吗 不是 刚开始身体很好 他是警察也是 嗯 交通警 后来因为一次意外 车祸 他自己骑摩托车 把腿摔了 摔完以后 那是87年 完做手术 完输大量的血 输的血呢 等于给他造成了 这个肝功能不好了 是感染了 感染了 假以丙形肝炎 哎呦 丙形肝炎很麻烦 是 就是输血也造成的 哎呀 他身体好着呢 十年以后都没发现 01年的时候 在宣武医院又住院 这么着一查 就是肝有点不好了 嗯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呀 他是10年 那也就是说 从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嗯 您一直又陪了他十年 将近十年吧 01年到109年 嗯 这九年中 他会很严重吗 疾病 嗯 还是 中途有 那么两年三年吧 挺严重的 他这严重 因为是消化道疾病 会吐血吗 对呀 他属于 有时候付水 完了 付过两次水 完了 还要大出血 未大出血 嗯 还吐过两次血 这就是说 各有各的不幸 哎呦 要幸福的全是一样的 没有 不幸福的都是 各种各样 078这两年好点 到09年 10月份 又住院就没出来 哎呦 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 没有怀疑过是肝癌 什么的吧 呀 中途也怀疑了的 照什么片子吧 你看 有个肿瘤 就说 判断就是 好像是 说是肝癌 我一想 刚才他在医院 那么治化疗放疗 我可能也 他说太痛苦 他不干 他不治 这么着 给接出院 回家了 回家呢 那你说的肝癌 他问那 这个生命 就是说 还能存活 他说 半年 顶多九个月 这问他主管大夫 还有那个 他的主治医生 什么的 哎呦 你当时的心情 当时我心情 就后来怎么想呢 你想上哪玩去 拉着你出去玩去 想吃什么 给你弄什么 想吃烤牙 您心里面已经知道 感觉好像不久了 我觉得时间不长 那他想怎么怎么 他可他自己不知道 一直等到年底了 这04年 等到年底 11月份了 12月份 这九个月也过去了 这么一看的人症状 越来越好 最后我上医院 查一次 说那个 没有了那东西 肝癌那个 那主治医生 肿瘤没有了 为什么呀 他当时没有 就是一个那个 肿瘤身的血块 血块慢慢吸收了 我误以为是这种 对 我就亏了本人不知道 知道这人不 马上就完了 就吓一下子 吓一下子了 但是通过他这个 讲述来说呢 这也很坚强倒是 刚才你说 现在没哭 他不是说没哭 他时间长了 是不是 他这种痛苦呢 根据时间的这种什么 慢慢慢慢 你稍微的淡化一点 他走了之后 你是会觉得 很怀念他呢 还是觉得心里 就空了 轻松了一些 因为那些年 肯定你特别累 就那种 那种感觉吧 一年多 两年 我都没走出来 其实他病这么长时间 不是突然一下 那我觉得这一个人 就觉得就没了 在世界上 在世上永远消失 没有了 就觉得这种感觉 一直一年多两年 都没过来那劲 对于有的人来讲 是婚姻不幸 后来出现了情况 婚姻不幸 后来离了 您这至少是 心甘情愿的 伺候着他 每天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他明天早上起来 会不会没了 那这个担心 其实对于一个 情感中的人来讲 我认为 既是一种痛苦 也是一种幸福 那像这样的爱情 如果最终不得已 而分开的话 那对于您的前半生来讲 您享受过爱的滋味 您只不过是 现在再找一个滋味 来跟你衔接 而且衔接的方法 又比较独特 是吧 您是属于这种情况 二号男嘉宾您好 王号您好 刚才您跟这个大姐 见面了吗 你们俩 撞车的时候 我没在现场 你不在啊 我在那个 我正办那个禁门证 也就是你在屋里签字 一出来撞了 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一号男嘉宾 一样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一号男嘉宾 你愿意给二号让上路 让二号先上吗 好 行 行 行吗 可以 没问题 真行啊 行 没问题 这一号大哥 这让完以后 您可想想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没问题啊 没问题 这你俩自己商量商量啊 我看看他那样的个头啊 什么都挺般配 个头都挺般配的 他都给看好 您多高啊 多高 我身高1米62吧 1米62 你们那哥们多高啊 1米72 这身高行吗 可以 您今天的才艺是什么呀 上车 要不你教教我开车 对对 今天别教了 教到你 教完的还是做 这种状态下肯定不好 在观察室的一号男嘉宾 告诉工作人员 说他对一号女嘉宾 也十分有好感 希望按照顺序 率先上场 是哪一位来到现场呢 掌声有请 您是 一号 一号 王老师你好 您没让人家 好 不能让 王老师你好 不能让 刚才是谦虚 刚才是谦虚 谦虚 谦虚 那您跟这谦虚一下 哎呀 你家的 不能让 哎呀 你们俩这典型的红配绿啊 观众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朱志刚 今年六十周岁 北京人 吞音状况是 先散偶 后离异 生活中的我 喜欢听音乐 唱歌 锤调 打太极拳等体育活动 这次来到选择节目 想寻觅一位 为人真诚 贤惠 费居家过日子的女士 相知相伴 共度晚年 选择语录 我觉得这位先生呢 其实还是一个 骨子里很浪漫的人 这句话是他自己写的 不求最完美 但求两相宜 这是你写的吗 那是 解释一下这句话可以吗 可以啊 不求第一句 不求最完美 说多好啊 说你多有钱 条件多好 但是我不追求 看的不是这个 但是求的就是说 俩人互相都合适 互相你看我合适 我看你合适 就行了 就这意思 有匹配度 我觉得够强 因为因为这个 你这个女士吧 本身的这个 就这么看着 比比比比比较能干 各方面都拿得起 方向下的 这个这位先生吧 其实也不错 老是芭蕉的人 也许有点差异 这个东西看眼圆吧 那你看这位 一号姐姐跟二号合适 还是跟你也合适呢 你觉得跟你是不是也合适 具体也没戏了解 那您现在了解一下 随便问 那什么都可以 行 这女士你好 你好 您家住哪啊 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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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您那有几个小孩啊 一个 令郎 令郎 令郎令爱 就是男孩女孩 男孩女孩 北京老的话 老坏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听明白 男孩 不是大哥 您说您写个蛋球 两相宜 也就得了 这一看就文化人 令郎令 令爱 他这个是一种老领 北京的老领 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 不能那么直白 对 得显得有文化 那还有什么词 你给我们触及一下 这老领的 就北京的 我们真的需要 您看 这个谁 我和王芳都是外地来的 要不说您家那里住 不问那么问 所以您府上 府上 您府上 那万一他们家住的不是府 是一宅子 那也叫府 那也叫府 就是北京话里的 其实有东西特别有意思 老北京的这种老家的话 您听的时候 您听着的 这个话特别糙 但是仔细去听 它是文言文 他那个还一个 说您在哪工作 现在说 说您在哪 您在哪发财 比如说这个 说邻居 借饼 这个俩字到汉字上去找 这俩字哪俩字 找不来 他找得来 他是接笔 笔案的笔 接的 其实是文言文 接笔 接笔 嗨 刚才说他 那个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你看人家 选择以路啊 和书画什么的 我觉得人家 别看文化程度不高 人家 自己有东西 大姐 您对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您是不是心里边 一直在想着撞车男呢 当时您对那蓝衣服的 相应应该印象挺深刻的吧 是的 他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您对我们一号女嘉宾 觉得你要 你哥们要跟他这样的怎么样啊 挺好的 您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您是为了修车还是 不会修车 这你必须得实话实说 你要是怕这个 他们俩弄不到一块 这车没人修 那这事呢 你觉得赶快联系保险公司 你觉得说清楚 那倒无所谓 车撞不撞无所谓 只要是他们 我的大哥 经过的幸福好 这行 这个车是谁的车呀 就是你们那个二号男嘉宾的 对 这样的是我们领导的车 那就是说 它是你们三位的领导吗 对 是我们领导 领导 它做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 哪一方面的生意 我们是物流的 物流 哎呀 你想一想 它是物流的领导 物流是怎么回事呢 物流一般都是拿车拉的 对吧 车拉就 它就需要大量的司机培训 培训的谁来的 骨气姐 你别这么说 像一号先生觉得 一号大姐也不错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心里呢 已经被我们前面这个弄的吧 他肯定老惦记着二号啥样 所以说他跟一号现在进不下来 没有 没有 你觉得一号也不错吗 不是这样 那我们就让二号回了 赶快去修车 他闹心了 就是有点闹心的 别扭 有点郁闷这个 这个事 医生呢 每名都毁了 没错 千万把这段掐了 你放心吧 依据都少不了 你放心姐 这个事情呢 这个节目一播出之后 找你学车的人 不但减少不了 反而会增加很多 你想想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只会 我先跟你约一下 我妈马上学车 刚学完 你能教一下吗 要是这么说 我妈也要学车 能教一下吗 你妈妈多大年龄 我妈84 能学吗 84学不了了 84学不了了 60的 60就84 84可以开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妈妈 这辈子你不让她开车吧 真是冤的谎 因为我妈特别可爱 特爱干净 我以前在这节目当中讲过 我妈干净到什么程度呢 天天一进门换鞋 谁进门都得换鞋 有一天我去拉着她 去准备去旅游 结果她嘎上了车以后 走了一公里 说停车 我说怎么了 鞋在后边呢 为什么呀 鞋拉地下来 她上车的时候 把鞋多了上来 对 先生您之前是什么职业 哎呦天 您还踩吧 不踩我可拉走了 您之前什么职业呀 原来19岁参加工作 是个二商局下属的 媒介公司 待了五年吧 后来到76年 75年中旬 我就调的烟酒公司 那您吸烟吗 吸烟 喝酒吗 酒也喝 不过现在很量小 就是健康量 一二两 假如说您找一个媳妇 人家说了 就不想让你抽烟了 能见吗 烟能计 我觉得跟她过日子 肯定有安全感 不用 不用想那么多 我觉得适合我的那种心态 特简单 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想 就是安安静静过日子 这是一二 你是跟一二来日子 匹配度高吗 我觉得跟我匹配度高 你跟你匹配度高 三号我也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 他们俩都好像性格 刚才我跟大姐聊 聊了会儿天 我觉得他们俩性格差不多 请问你既然离开线条 有什么话对一号男嘉宾说吗 祝你早日 好 谢谢 选择成功 让你同样 别着急啊 等一下 来 二号男嘉宾 方方你好 你有什么话对二号男嘉宾说吗 我没想 我 我没想 你没想 我没想 那就这么着吧 我帮你挑一句话 一共三句话 我这老套路 没什么创新 二号男嘉宾 认识你很高兴 二号男嘉宾 撞车是缘分 二号男嘉宾 我就是盯上你了 怎么着吧 三句话 你随便挑 那就是 二号男嘉宾 也许是个缘分吧 好 二号男嘉宾 对于这个 这个表达 你满意吗 满意 满意 你对于这位女士满意吗 满意 你愿意娶这位女士作为妻子吗 这早点吧 早点 好 一号大姐 这边休息一下 再见 休息一下 再见 再见 这一号男嘉宾 跟一校怎么样 不是我 我所想象的 我心目中的那种 类型的 那二号男嘉宾呢 我没看到 我不知道 就是你们跟他 通过聊天 你觉得这人应该怎么样 还行吧 这人我没见到 是什么 是吧 您是两段婚姻 对 这一段婚姻 爱人去世了 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07年的5月6号 当时是重病吗 癌症 那你也经历了一个煎熬吧 是 所以刚才一号女嘉宾说的那些 您都有感觉 有感觉 持续了几年 她的癌症 她的癌症 从03年 10月份发现的 但发现是无意中发现的 你知道她有一个阴影 非常 对 我太不太相信 因为她原来她有病 但孩子十多岁的时候 有涨工资 那是涨工资 企业它给指标 一个单位给你三百点指标 后来没给它涨 可能给别人涨了 她心情就不愉快了 是吧 想不通 想不通 就休息不好 时间一长 而久而久之呢 就有点抑郁症 就是说她其实那些年 一直抑郁症 对 抑郁症 就从孩子十多岁以后 在以前都挺好 都挺好的 而且这人呢 是不嫌我穷 不嫌我家穷 我们就是 真是 那个婚姻呢 真是 患难夫妻 真是婚难夫妻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 就是说 这岁上的女人嘛 就是想踏着本身 那种厚道过日子 就可以了 你说什么创业 带孩子乱七八糟的 全都我们都 都过过来了 那些日子 最艰苦的日子 就现在就是想找踏着 过日子 2007年最后 她因为肺癌 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是是 最后她就拉着我儿子手 我们都在跟着不是 拉着我儿子手 她说话很费劲 拉着我 她说 一手拉着我手 一手拉着我 我那手搁在她兄前的 她说 说孩子 你好好照顾 照顾你爸爸 说完这以后 就是不嫌的 你每当想起这句话 会不会都挺难过的 是 相当难过 我都在那边 哪儿跟我提一提 我就控制不住了 丢泪 朱先生常常会想起 他已逝的爱人 想起两人一起奋斗的幸福生活 因为妻子一直生病 并没有条件照相 仅剩的一张黑白照片 朱先生将其视为珍宝 思念妻子的时候 便拿出来看看 她走了之后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您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姻 对吗 一年以后经别人介绍 这个当时您满意吗 当时还行 挺好 您当时就想着 行了后半辈子 反正互相是个伴就行 对 后半辈互相照样 这刚才头几个月 头十个月吧 挺好的 领完证以后 逐渐地慢慢慢慢地 就流露出来了 有些话语吧 做事吧 就不怎么太 我这个理想就会不一样 不跟着过去就不一样 有变化了 有变化了 俩人那个情感不合 做事什么的都不合 过不得一块 现在您的生活状态是 您自己有房子对吗 我自己有房子 有独立住房 有独立住房 孩子不跟您住 孩子现在出国了 那他回来呢 回来他有房 他自己的应有 就是说生活条件还都挺好的 他自己有一条自个住房 那您现在就是 什么都好 就是孤单 我生活挺充实的 我这个早晨嘛 起床以后 跟着见恋的 早晨以后 我们就到公园 去打拳打剑 跟这个朋友一块 拳友吧 和老师拳友一块 呦 您的拳不错呀 那您在现场得来一段 还要换服装 可以呀 你有衣服可以换 都带着呢 都带着呢 那去换一下吧 换一下 换一下我来连一下线 二号女嘉宾您好 你好 王芳 现场有你的亲友团吗 有 我的女儿 您这是单身 然后女儿 非常支持您来找对象 可以这么说吗 是 是 你妈是一特开朗的人吗 开朗开朗 还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是吧 我听说你妈挺喜欢王岛的 对对对 是 你觉得呢 特别喜欢 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肯定我妈就是看这节目 二号大姐 大王芳 你今天来这儿有什么愿望吗 我的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来选择 您有什么才艺吗 我没有 不会吧 您不想跳这舞吗 好啊 可以 三号你 他们在暗示你就说 也许你要是跳舞的话 就是跟我跳 但是我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我在娇老庄跳舞的时候呢 我的脚崴了 所以今天只能委屈您 跟这个基本上 不怎么会跳舞的人 跳一支舞 您同意吗 也行 没关系 任大姐今天是冲您来的 您这样就不合适了 对 您不说脚崴了 您就是脚截肢了 今天也得跳 二号女嘉宾 您先来场上吧 这个一号先生这衣服换得比较复杂 您先到场上 先跟王老师跳一个 来掌声都挺 二号女嘉宾 这么漂亮 你好 小心台阶 好 谢谢 你好 欢迎您 欢迎您 特别想见到您 谢谢 王老师您好 您好 开机板下 没关系 您好 大家好 我叫刘亚兰 今年52岁 李毅 北京人 国企推休 我是一位非常善良 传统 热爱生活 懂得生活的女士 如果哪位先生喜欢我 我会相濡以沫 和您幸福快乐地过好后半生 我每次特别喜欢那个节目 我就每次在家都看 然后一直等看到你完了这个节目 我才要休息 不是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刚才你说 喜欢我是开玩笑 是这意思吗 其实真的王老师喜欢他什么 特别幽默 而且就是说 就像一大哥那样的那种感觉 那万一要是 就但他这样的人 就是 你还单身吗 现在 不是 这跟本节目话题相关吗 我现在准备的是跳舞 我已经把那个手绢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赶紧的 来 这个掌声邀请2号女嘉宾和王维莲老师 来一段舞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女嘉宾 她的基本资料 52岁离异国企退休 选择语录 只想找一个可以让自己依靠的肩膀 这一看就是前面那肩膀 没让你靠上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太累了 您是哪一年离婚的 我是93年 20年前 那那个时候其实 你刚30出头 对 我32岁 是不得不离婚 她到深圳去发展去了 发展的 然后她在那边发展挺好的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俩分居时间挺长的了 我在这边孩子也小 我问她是回来 还是在那边发展 然后她选择了 在那边发展 那你去不就得了吗 我没法去 主要是我拉后腿了 不好意思 我还在这边还有工作 还有孩子小 我父母都在这边 我真的 我就放下去这个家 她当时选择留在深圳 其实就意味着选择 放弃了这段婚姻 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理解 但是后来呢 我还是 我就这样直接问她 如果你选择在这边 在深圳 那我就选择放弃了 她说那你回去吧 那已经 我就已经告诉我了 那我和孩子 我们俩就从深圳回来了 你说 哎呀 就真的挺难的 那一段过 然后在那边 你觉得最多的难是 难在哪儿 是经济吗 还是心理上的煎熬 那个身心的煎熬 是最 哎呀 我真的 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厉害的 嗯 就 你有话 不能去说 没人去说 嗯 就乃至做一个噩梦 然后自己缩成一团 也不能自己去倒杯水 嗯 然后连灯都不敢开 就得自己忍的 可是那个时候 女儿刚八岁对吧 对八岁 你想她八岁的时候 她根本就无法理解 妈妈的这种情感 没有 就无法理解 她可能就是 一个小孩嘛 肯定像我女儿 现在每天吃了就睡 她在那儿睡得呼呼的 我今天要不说这话 我女儿都不知道的 我想问一句啊 爸爸在婚了吗 我想问一句啊 爸爸在婚了吗 对 所以这就是 现在赶紧要帮妈妈 找幸福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我相信 那个时候 你对这段感情 还是挺看好的 最初 自由恋爱吧 是的 我们俩 哎呀 真的感情特别特别好 我们 我们就是走到今天 没有一个人能 就是说 相信我们俩离婚了 一段感情 就是最好的时候 持续了 从你们认识到最后 就是你觉得不好了 有十年吗 十年 整整十年 是 你说真对 这十年内 您是处于幸福状 是的 这个幸福 是你自己 给自己的幸福 还是本来真的很幸福 当时 是很幸福的 嗯 我们 就是好像真是就像你所说的似的 不是用金钱呀 鲜花啊 来就那种打扮幸福的 我们是非常真常 真实的 就很好的那种幸福日子 我为什么想听您这一段呢 就是因为你讲过这个幸福之后 我们在想 他有一天突然这感情不属于他了 他一个人 他说不敢开灯 全在那个角落里 穿噩梦下的 就是因为 你不相信 他有一天会离开你 这样说可能更好接受一点 是是 一号男嘉宾这衣服 换这么长时间 换好了吗 换好了 换好了 换好了是吧 好 那我们请一号男嘉宾 回到场上 为我们来展示他的才艺 掌声有请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不太懂拳 但是我们有时间规定 所以没让你们打完了 没事 但我刚才跟王导说 我说这白衣服这衣服打得不错 好像比你打得好点 是啊 他打连头多 亲哥哥是吧 亲哥哥 好的 您先回哪 我一会来采访您 咱们 您坐这 特别好 但是我建议你们下次来的时候 就是做一点设计 比如说 到这以后 过来以后 这一转头 一看这是一个脑袋 砰 就给他一下 这个我就比较开心 我这一页 我刚才想跟人学一下 又妖女 差气了 半天没喘云 差事你 你扒着我的手 拽一下 不行不行不行 不是 你拽着你就这样掉到上头 掉半小时就好了 这什么 没事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先生打得太极拳 打得挺好的 对 但是里边内涵我不懂了 但是这位女士可能 她的生活中 我估计你肯定不会去打太极拳 不会 是吧 你喜欢干嘛呀 我喜欢旅游 跳舞 舞跳挺好 跳舞跳挺好 秀有花在家 但我喜欢挺静的那种生活 好 我们把这个女嘉宾的十字秀拿上来一下 我的天哪 这玫瑰秀的啊 尤其是那边那一朵 我喜欢 还有点羞达达的 晚早在底下的衣服 这鱼也挺好 这两条鱼我更喜欢 这一条鱼像我 这条鱼像老庄 我就想跳起来给它扑下去 但秀这么一服得多长时间呀 会秀一年吗 差不多 因为我秀特别慢 对 妈 这都是心血呀 不错 嗯 他也不错 他这个十字秀秀完以后呢 就是说 能感觉到 他这个内心这块还是挺魅秀的 这个人 他一定是用 一段时间 做这件事情来打发时间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和别人表达和交流的人 是是 他没有能力和别人去交流 他连自己身边的人他都没法交流 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自己活下来 我用了活下来这个字 可能女儿很难理解 妈妈是度过了一段怎样艰难的日子 我特别理解你对于两个亲人都不愿意伤害 但是我相信在这段感情中 妈妈受的伤害更多一点 所以期待下一段更加美好 对 但是他失去的时候也会痛苦更多一点 那当然了 二号男嘉宾 方胖你好 你好 您觉得一号男嘉宾今天表现怎么样 不错 挺好 挺好 这个关键我觉得特别遗憾啊 在于就您没跟跟您撞车的那位女士 面对面的接触上 是不是 嗯 这样也挺好 我怕她压力太大 哦 就有点距离好 您对我们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优秀的 嗯 适合您吗 您觉得 我这我这个儿不行 个儿不行 嗯 您有多高啊 我一米六八 哦 一米六八 他有你高吗 一米六八 我自己多十公分 我一米七八 我说人家二号先生 二号先生 没有 他没有 他是一米 一米七二十 刚才问的 一米七二十 哦 其实您的家里边条件也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儿子在国外 在读书吗 对 留学留书 哦 那儿子 儿子又要你给他花钱读书吗 现在 不用 不用 什么都不用管 对 今天春节他回来看您了吗 没 他刚走 元旦刚走 哦 刚走两月 去哪了呀 阿达利亚 哇 那还够远的 嗯 您打算去看看他吗 那以后再说吧 您要碰到一个女 女士跟您 牵手了 啊 您是不是想去看看他呀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就可以去看看吧 通常他说 说话 还要说他那个选择语录吧 是说的那个 他还跟他这个本人 还算是两样 不是 内心和外表是两个人事 他是一个内秀的 内秀 比较属于内秀的 先生刚才一直在说 过去日子不好 然后家庭条件不是很宽裕 都是过的苦日子 然后怎么怎么样 其实先生在05年的时候 先生家那边 由于首都吃饭大学建设 然后拆迁 那个时候就等于是 拆迁就是100万的 不偿费用 先生一点都不透露这些信息 我们从这看到先生一种性格 人的一种性格 很多人会把这个 当成自己的一个优势 有的时候是这样 特别是像老庄刚才的表达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也许这位先生 其实家庭条件并不差 但是他不愿意把这些事情 当成一个炫耀和张扬的 一个点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优点 当然 您即将离开现场 有什么话对我们 这位女嘉宾说 祝你选择成功 谢谢您 谢谢一浩先生 谢谢您 什么时候开始 想来选择节目的 我最早看 选择特别早看了 得看四五年了吧 反正我就一直都在看 每天晚上都要看 看完了以后才要休息 那您应该对我们都很熟悉了 熟悉很熟悉 我特别想见到你们 我就觉得 你们真的挺辛苦的 为这个节目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是一个 见选择主持人日 我们仨呢 分别分三个人 在这三个人当中 你只能挑一个人见 三个人只能见一个 你别 就是只能见一个我们仨 你见谁吧 我见王芳 哎呀 我真的见王芳 亲爱的 你见我吧 她也没啥用啊 不是 这个跟有用没用过没关系 我觉得觉得 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有点冷 一直都挺心疼 我觉得特别冷 真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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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就真心是要见他 是的 那我跟老庄走了 别要 要走这节目怎么办 走吧走吧再见 没人拦你 你说走我还就不走了 怎么办 二号先生您好 来请坐 二号你好 您准备好上场了吗 准备好了 我一直特别遗憾 我刚刚跟老庄说 今天编导咋想的 就不让你跟这一号大姐见面呢 我是多么希望你们俩见面呢 您觉得呢 好饭不怕碗吧 好饭不怕碗 哎呀 您应该说好车不发壮 哈哈哈哈 来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先生欢迎您 欢迎您 欢迎您 哎 王老师 嗯 王老师你好 你好 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叫崔龙友 现年60岁 离异 现在一家物流公司任经理 我的性格温和善良 做人做事比较低调 不喜欢张扬的人 生活中不抽烟 不喝酒 生活比较有规律 喜欢养养花 饲养一些小动物 看看书 喝喝茶 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人 我希望找一位端庄大方 不图虚荣 真心实意 想成家的女士为伴 共同度过幸福的晚年 先生 今儿心情怎么样啊 嗯 不错 特别想知道 撞车细节 啥就给撞上了呢 是是是 您就想想啊 我们前面这位大姐 就假如我是那大姐 我肯定是这样想的 她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管外面什么喇叭 什么暗都不管 找对象 找对象 谁当我当 搞 他肯定是这样的 有点这个意思 撞完以后他还说 他说我这35年的家龄 我是教练呐 可不应该发生这个事 没事 是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事 把它说不清 是 说不定还是自己家 把自己家的车撞了 是吧 那也没准 来我们跟二号女嘉宾 来交流一下 请你们简单聊聊 在跟这位女士聊聊天之前呢 我还是想问一下 这个是恐怕那边都不能看见 这个手指是刚才下去那位 跟你跟你亲密接触的 那个汽车的那位女士 这个是这位女士 如果让你现在觉得 这两位女士谁更合适 你用手指头捅一下 我的那个刚才给你比划的 你看不着 你想看就能看得着吗 哦 是这情况 结果她按了谁 你猜 我觉得按了一号大姐 一号大姐 刚才撞车的时候 您对这些有印象吗 现在刚有印象 刚有印象 你觉得刚才她 这两个手指 一个是您 一个是这位女士 你觉得她刚才点的 哪个手指呢 我觉得点二 为什么她会喜欢二号呢 听我感觉吧 听你感觉 一号大姐 我有一个小的建议 是今天您确认 如果交警来了的话 肯定是您权责吧 我权责 你确认 是的 这个交规您学过吗 我是交法培的老师 好 您确认您权责吧 是的 是的 好 现在这位先生到这了 您愿意走上台来 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吗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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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等会等会啊 等会 现在 我们模拟一下现场 王老师 你演一下车 不是 你能让我演个正经东西吗 你说在这现场 真有话 我就杀 有一次就让我演过汽车 演车就演车吧 你知道他还有提要求 说王老师 你能不能排放点尾气 您家 来 来 来 闪一下 这是这样 现场是这样 王老师 这是大灯 大灯 然后呢 大姐呢 是车往后倒 王老师 您不专业 你要是说王方的车 撞一下我的车 我认了 像你这种车 我让你撞一下 门都没有 大姐就这么一瓶框 对吗 来 王老师 哎呀 这个先生 这就是刚才撞您车 那位女士 是是是 法培老师 对不起 没事 不要放他心 没事 是有点别扭 有点瘦 没事 你脸好凉什么呀 对不起 哎呀 没事 继续 不说了 我回去跟你赔 不说了 还赔吧 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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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交规 要这么交的是吧 不是 您这交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撞车 不想赔 就跟他相亲 是这意思吗 不是 你肯定在上课的时候 说 这个倒车 撞了人车 肯定得赔 但是有一种情况 不用赔 不用赔 就是你们俩 撞完之后 搞上对象了 就不用赔了 看见眼前的这位 方方正正 长得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我不瞒您说 他长得特像我爸爸 真的 我爸爸长得很帅的 大哥 人家有那么老吗 我长得很老 我正好说 这先生跟我长得有点像 好 大姐 还有一个机会 您要跟他说一句 告别的话了 其实你可以在三句话当中 再调一句 我这想法很无聊 但是我还是希望听到 这三句话当中的一句 就是 放心吧 车我会赔的 这是一句话 说 什么赔不赔 咱俩说不定 将来还有未来呢 这是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就是 我希望跟你有未来 你选一二三 选哪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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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你猜他按的是哪个手指头啊 我的天哪 我发现 我发现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敢于表达的人 你估计他按的是哪个 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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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是说 别重复了 他说的是第二句 嗯 他说没准咱俩还有点缘分 哦 好吗 好好好 好好好 再见姐 我觉得先生对我们现场 这位女士印象也不错 给你们一点自由交流的时间 随便问点问题 刚才从这个片子当中 我看你就是比较内性 表面看着吧 比较这个文静 比较 但是内心来说呢 就比较比较刚强 比较内秀 我这么看着 就是说您有孩子多大了 男孩女孩 我孩子独立了 已经三十多了 有小孙女了 哦 挺好的 就一个孩子吗先生 对 儿子 儿子 孙女多大了 孙女上中学了 都那么大了 我结婚早 是 您这个孩子要不说 您很年轻吧 我十八吧 十八允许结婚吗 我六九年到农村插队 哦 嗯 因为我呢就是哥一个 所以说呢 从我父亲那时候 跟家里的这些人 对我这事特别关心 嗯 到农村的老婆到时候 给你剩下了 哎 就找不着啊 什么之后那的就是 连结婚 再认识 一个礼拜 闪婚 闪婚 十八岁那时候懂什么 我觉得 是 特别青涩 对对 是找了当地的女孩吗 对 当地的 虽然说结合了吧 但是说 结婚以后 这种差异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这么多年 还是持续了很多年 三十年 那你们离婚 其实没多久啊 我们 零二年 零二年离婚的 这个 这位先生呢 比您年龄大八岁 您觉得年龄算差异吗 哦 年龄没有问题 嗯 那您即将离开现场 你有什么话 对先生说吗 我觉得您挺阳光的 所以先生 也就是说 这位女士 其实对你印象也还不错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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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婚姻 嗯 比较短吗 对 零八年 哦 零八年才结婚啊 这四年 你觉得过得幸福吗 头一年还可以 头一年还可以 这是你自由恋爱吧 也是别人介绍的吧 介绍以后 一看吧 双方感觉还不错 慢慢慢慢的以后呢 就觉得有差异了 嗯 因为他比我小十六岁 哦 所以您就会觉得 力不从心 我现在觉得 尤其最近这一年多吧 会跟您这个事业上 比如说我不想做那么多事了 有关系吗 反正作为我现在来说呢 由于这个年龄段吧 从我自身来说呢 我就是觉得 有点力不从心了 嗯 哎 慢慢慢慢的 一点一点就往后撤了 嗯 哎 可是作为他来说呢 他就认为 你还得继续干 嗯 是吧 你有什么新项目啊 有什么新心的 什么以后 还是 极力追着你 干着干那 干那 我说你拿我当 二十岁小伙使 那我哪受呢 他跟你在一个公司吗 两个公司 那也就是说 希望你的事业 对 一直不要停滞下来 或者说 在他心里边 他就没认为 您是一个六十岁的人 所以能够理解 您在那段婚姻中 就是 他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 会不会觉得 这个年龄差距 真的不能太大 是 就我们这年龄段 什么的 都特传统 不敢 就是一下一等一二的 那种生活 那种那种方式 你比如说 就像他说 这小十六 六岁 就好像觉得不安全 不踏实 是这种感觉 您这一辈子 应该说 事业还算挺好的 起码现在不会 为生活而发愁 对不对 对 这完全没问题 这些同事 你们的印象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挺勤劳的 挺会过日的 在我来说 就是这么多年 就挣了钱也不会花 是 是是是 您说的太对了 真是容易 勤俭节约 对对对 但同时呢 有挣钱能力 绝对的 就是现在六十岁了 还有挣钱能力 绝对的 他们评价您 说你很 就是赚了钱也不会花 挺节约的 是这样吗 那就说你抠门嘛 你看听不出来 也不是说抠门 我这人嘛 因为咱们那个 起点也比较低 从农村呐待那几年以后吧 深知到这个 这个 历历皆辛苦 对 是吧 所以说呢 比较传统 就是说花钱这块吧 我倒不付 不利息这块 但是说这有时候 就是搞点什么情调 这方面也许差点 就是说不会把那个 挺认真的一件事 给弄浪漫了 对对对对 也就是实实在在的 是吧 从心里的喜欢你也好 爱你也好 是不是 从各方面来说呢 花你就花 你看我们家钱 我向来不管 我明白 是吧 你随便花 你只要我挣来 你该花你就花 该用你就用 明白了 没事 以后那个我 这个我们可以让专职 编导教您怎么弄 哈 来我们看一下三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今天一直没怎么说话 请问一号二号女嘉宾 你现在什么情况呀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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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倒更想问问三号女嘉宾 今天你坐在这里 有没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 有呀有呀 有呀有呀 有呀有呀就说明你是真受点刺激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前面的两位女士 会如此的隆重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是这意思吗 对如此的优秀 那我就想问问 在刚才观察的过程当中 你对前面的两位男士 是有好感呢 还是有感觉呢 还是特别有感觉 是有好感呢 有好感还是有好感 有好感有好感还是有好感 尤其还是网络语言呢 那就是有好感 嗯 这样啊 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请问先生您有什么才艺吗 唱首歌吧 太好了 来 虽美不过夕阳国 温馨又从容 唱的你那你怎么样 挺好的 不错 这不是专业 业余唱这样子可以的 化作一片夕阳风 谢谢 三号女嘉宾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这里的掌声有请 三号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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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您了 欢迎您 王大您好 喜欢庄老师的 大爷您就去见到真好吃了 大家好 我叫孙东雪 北京人 黎毅 51岁 央企退休 生活中的我是一位心地善良 孝敬父母的女士 了解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 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 喜欢家居生活的宅女 这次来到选择 希望能找到一位 性格温和 心地善良 能够以成相待的男士 共同度过后半生 这个 你那才艺是准备跟庄老师来 还是跟王老师来 那由庄老师定吧 由庄老师定 还是跟王大来的 王大已经快西洋红了 您趁着最后一波 来一段好不好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 这女的 还刚才那女的长跳舞 在这儿 长跳舞 我一直在后面看 我有一个发现 在您和王导跳舞的过程中 先生看地 昨天看你脚 那个舞步 原来不走 我说 我说您怎么看地呢 来 请坐 我们了解一下 三号女嘉宾的基本情况 五十一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 离异 央企退休 五十一岁就退休了 五十一岁 你们退真够早的 没有 就是提前自己 申请提前退 给自己的心灵 找个温暖的家 这个一看您的照片 特别阳光 跟这个二号女嘉宾很像 都喜欢穿彩色的衣服 是不是自己生活中 也愿意把自己 打得年轻一点 对 是 那个前面说 也凑合能喜欢王导 那小伙子是你儿子是吧 对 我儿子 你儿子 这个看来儿子很支持你 对 他给我报的名 儿子给报的名 对 小伙子您好 你好 你给妈妈报的名 对 这么着急 你是觉着 得让妈妈赶紧幸福了 对 因为 就是 我妈 就是在我两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一个人带着我了 就是这么多年 其实 以前的时候 她的穿着 没有像现在这么 这么艳丽 因为那会儿 生活 条件也不允许 所以说呢 就是完全为了我 然后呢 就是她从来不买衣裳 然后只 到了现在了 就是我上班了以后 家庭条件好了 她才开始 就是 有意的 说穿一些 就是以前 没穿过的那些衣裳 嗯 所以说 现在我呢 也工作了 然后我妈岁数也 越来越大了 我就希望她以后 就能找一个 找自己的幸福了 我不知道这位女士 你能不能看得到啊 你儿子在说这一段 特别平淡的话的时候 那她不是那种 特别激动啊 或者什么样的人 她很平淡的话 可是她却眼圈红了 我相信你们俩 肯定共同度过了很多 很艰难的日子 对不对 对 就像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刚才就是 二号那个 阿姨说的那种 就是当时日子 特别难的那种 那种感觉 因为 我也 经历过那种日子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旁边这位 是你们的亲友团吗 对 这是我妈的闺蜜 你好 就是当这个 她的儿子讲话的时候 你一直在哭 是 能够想象到 她这些年的不容易 对 一直不容易 一直是一个 您是她的好朋友 是吧 对 您是看着她这么多年 一直走过来的吗 对 一个人 很辛苦 但我觉得这个儿子 很懂事 对 这孩子很优秀 我想问你 你有对象吗 你们笑什么呀 你们一笑 我都不自信了 没有 你多大了 我25 这是什么工作呀 公务员 公务员 你没没对象啊 没对象我就辛苦一趟吧 反正 刚才跟你妈跳舞挺不容易的 是吧 是是是 看出来 你觉得我跟你妈跳 谁跳的好 您跳的好 是吧 对 这位女孩 你有对象吗 隔壁内没有 你多大呀 你听听 但是我 我特别不同意你 那个抢我跟王芳的饭玩 你直接拿出去说 没破的样 25吃25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专利 你好 你好 24岁 24 您做什么职业 做广告 广告 24 25 今天晚上一块吃了五煮 行吗 对了 妈妈 你看那女孩多好 温温静静的 我们这经常打包 一块就不留了 现场没活 她特会 特会把坑扔了 我们了解一下 这位女士的故事 您来详细听一下 孩子说 在她两岁时候 你就离婚了 也就是两岁半吧 完了我们就开始分居 然后离婚打得很痛苦 一年以后才判下来 你是法院起诉的吗 对 那为什么一定要离呢 我们两个人没有 感情没有问题 也没有原则性问题 离婚就是因为家庭矛盾 我承受不了了 当时那个孩子 她爷爷去 是作为领导出国 那个原赞 就当时就有什么 几大件啊 电器什么的 就往回带 那个家里边的大姑姐 小姑子 就因为家庭矛盾 我属于那种 就是不愿意 事太多 就是简简单单过日子 家里老是为这个 乌泱瘴气的 就受不了 孩子她爸爸属于那种 不爱出头的 对 撑起来就是 我就老觉得特压抑 其实真是没什么大事 离婚就有 离婚的原因 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但是离婚这个官司打的 就是把感情给上了 等于就是说 我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接受 在我们起诉离婚之间 她就先把我买的家庭电器 冰箱啊 和录像机 就都偷偷拉走了 然后呢 把房子也都交了 等我再回家的时候 人都搬进心底了 我还不知道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互相 因为受了很大伤害 那个年代 咱们现在想一冰箱值得吗 可是大家要想啊 在八几年 八十年代吧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很多 八八年 对啊 那个冰箱 还是我掏一千块钱 他爷爷带回来 卖给我的 我自己掏钱买的 其实最后 你们分手分的是很痛的 儿子当时是 你坚决要带对吗 其实就是因为 我就觉得 拉东西都无所谓 但是他把房子交了 我最后什么都没老着 但是我得了我儿子了 房子交了 我带着儿子 无家可归 那那个时候 就说你什么都没要 要儿子 对 我什么都不要 但那个时候 会不会带着儿子 会有一种 又没有房子住 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马路天使 我跟编导说 我们娘俩是马路天使 住哪啊 开始没跟家里边说 后来就 同事 女朋友挺好的 就在他们家住着 他在他妈妈那儿住 他单位分的房子不住 我们就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们家知道了 我爸妈把我们家俩就接回去了 那个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可以住的地方对吗 我那个单位分给我那个一间那个平房 他当时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他就给换住去了 所以后来在这当中我就想办法联系他 我的同事出面就是说和我自己套的钱 他给换回来的 所以你才跟儿子算是有了一个小平房 对 他现在生活的还好吧 不知道 我们二十多年没来往 儿子呢 儿子他也不管 当时法院判的35块钱生活费他都不给 一直没给过吗 没给 一直都不给 两年都不给 后来我单位的同事一个阿姨说 你就起诉他 35块钱大风也刮不来 你不要 他说你为什么不要 我说我就想让他们看看 我自己能带 后来你阿姨说 那干嘛呀 大风也刮不来 35也让他给 我们后来就是 又起诉 老起诉 经常的起诉 我们家现在都好多张 几乎是一两年 就有一张那个 他执行吗 起诉完 你起诉完就执行 那我觉得这儿子 其实心里面会挺难过的吧 所以我刚才其实委屈 不是为我自己委屈 我就觉得我挺对不起我儿子的 你首先你做丈夫 你得做丈夫的责任 你做父亲 你必须得尽他做父亲责任 是不是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 这话说出来可能有点暴听 但是其实我在我的印象里 就是跟他是属于陌生人一样 就是说对于一个陌生人 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早就已经 把他放下来 因为我对他没有感情 对这就是你跟你隔壁的那位大哥的女孩子 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其实我们经常在这里说孩子 我们会当然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和父母关系好 但同时我们也在讲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 见到过很多李懿的女士或李懿的先生 另一半呢 在孩子年幼的时候 特别是年幼的时候 责任心不够 尤其是这种给抚养费的问题 其实他不仅仅是钱 对 他是一个父亲 对一个孩子 我是不是在意你 你管孩子是你的 你得管啊 是不是 这做人的七码的原则吧 是不是 离婚这么多年了啊 就像您的也漂漂亮亮的 肯定也能干 一个人把儿子带这么好 就没再碰到个小心动 那时候我还才29岁 肯定年轻啊 完了等到30多岁的时候 肯定也有追求者 但是那时候年轻人 年轻人还都面临着要孩子的问题 所以就还是不选择 然后我就说等孩子大一点吧 孩子上了大学 我终于轻松了吧 一种时间一个礼拜回了一次 正好单位有变故 它属于上级单位 把我们单位为了资质啊 也好划布到别的单位 这样我就被调 调到那个工程工地 办公室 又到那种环境工作 一个礼拜回了一次 我又没有时间考虑自己问题 这样等于孩子 你看参加工作了 我退休了 对 就有时间考虑了 挺好 我的幸福生活 从退休那天开始 这不也挺好吗 前半辈子 咱忙忙碌碌的 后半辈子 咱追寻咱的幸福 二号先生 这个女士刚才讲到 她一些经历的时候 我看您一直在点头 会不会觉得有很多同感的东西 有 哪个是最有同感的 艰难的生活 对 您不是说这二十多年来 您一直在做生意 应该从经济上来说 可能比他们当时的情况要好一点吧 对 但是从情感上一直的不好 那挺好 这一下呢 您是一号二号三号 您都见到 一号二号都见到的话呢 现在她就出来一个 一号二号三号 此时此刻我还得挡上 他们着急也没用 一号二号三号 一号二号三号 劳驾您 捅过一下 让我们心里好有底 跟刚才的那个有变化吗 有点吧 来 捅过一下 我的天哪 二号 不是二号女士 一号 不是三号 反正 你们猜的选择 您的 姐好是选三 我想问一下 三号女士 假如人家喜欢的是二号 或者是一号 那就不用说了 万一她要喜欢的是你 你能接受吗 你又往里扔我 我不是往里扔你 我一般都是往 我一般都是往外扔 我刚才在后边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就是说 你回答一下王老师这个问题 假如现在先生说他选择您了 您能接纳吗 对 他喜欢你 您能接纳吗 小伙子 您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可以 可以 毕竟他得长时间接触 您 您觉得可以 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猜 现在其实现在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都不知道 对 就是这个先生 而且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开玩笑的人 没准他一会儿还有新的变化 这也是没准的 王老师 现在其实他也没有乱变化 对不对 你觉得他刚才是摁的二号呢 还是一号呢 还是居然选择了三号 我觉得是一号吧 你觉得还是一号 我也觉得是一号 所以我现在问你啊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场上 说实话 发生的各种事情 有的时候我根本无法预料 我每期节目录节目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对 无法预料 那怎么能知道呢 对啊 我觉得安排他就比我猜的 猜的猜的猜猜哪里 那这个女士会喜欢这个男士吗 他还是喜欢一号那种性格的人 好 那现在呢 充满了悬念的选择 我们请向其他各位嘉宾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 来今天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 现在我觉得 还有充满了悬念 充满悬念的一期节目 对 二号先生 我觉得二号先生先来吧 似乎很多 很多这个 很多秘密都在您这儿产生了 就我都挺想知道 您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哎呀 是这么个情况 恭喜两位 请到这边来 我想讲一下 第一次选择 王老师 您先看一下 第一次选择 第一次选择 他选择的是一号 第二次选择 依然选择的是一号 那么我就认为他 坚定不移的选择了一号 因为至少我们之前 一直希望一号 跟他有一些结果 毕竟他们被青春 撞了一下腰 但是当第三位女士上来的时候 我明显的感觉 他从眼神里头觉得 哎呀 这个大概似乎是我喜欢的样子 于是我就做了一个 大胆的尝试 我判断一下 我看他眼神里的那个 感觉是不是准确的 结果 他选择了 我看到的那个结果 三号 大帝 最后一次选择 直接告诉我们的就是三号 所以最后我也觉得很有悬念 而且这小手拉的 哎呀 这个 只要喜欢就好办 先生 该您了 选择还是放弃 大胆的试试吧 大胆的试试 好 哎呀 大胆的试 哎呀 一号女士 多可信啊 哎 你好 我怎么说 不 试试 姜婉姜婉试 姜婉 不成姜婉 都成姜婉 好 哎 好 恭喜两位 这有点意思哈 也就是说 其实 一号先生一直很喜欢一号女士 但是他老觉着 二号先生挡着他 所以他的前面一直说 你先选 你是不是当二号星星走在三号女士那里的时候 你心里头呼啷啷一下说是 我的天哪 终于好天了 是 是吧 你说他要是开我那边一号可怎么办呢 是 是吧 有那想法 哎呀 大哥大哥大哥你回家聊 所以这样啊 我们现场呢 这位女嘉宾呢 应该也是今天场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嘉宾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我相信她在我们这里也属于畅销品那款的啊 因为她的样子一定会有很多先生喜欢她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位女士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52605821 希望你能尽快找到爱情 你放心 肯定很快 好吧 谢谢 来恭喜几位来放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只是觉得 因为到了这个年龄 到了这个舞台上 我就想呢 把一切都给她简单化 那要是按照你的说法 在这个舞台上简单一点的话 现在就可以 有请下一位 她同意 她规律规律都不同意 对 姑娘你好 您是一号女嘉宾的妈妈 哎不 嗨 就是说那个 我原来那个吧 就是 很强势 就是说在单位当领导吧 就是 底下人也怕的 但是他有时候跟我说话吧 有嚷嚷厉害 我心里就发颤 握握手吧 我们曾经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呀 一号先生 我喜欢你 王董我也喜欢你 快起来吧 希望你勇敢追求 哎呀 这有深意了啊